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空大法福 处处贴心 法律辅助 理性相挺 是的 这个理性相挺 真的是理性 我们常说 这个感性为上 中华民族是重感情的民族 我们谈到情这个字 五轮当中君臣父子 父子就是亲子关系 是摆在第二位 而且我们又说 百善孝为先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听起来其实 听在很多人的心里 其实还蛮心酸的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的确 父母赋予我生命 让我来到这个世间 可是是不是就可以 以亲情为妖邪 来无限的勒索呢 好 今天的主题 其实还蛮禁忌的 可能很多年长的朋友 听了会觉得 每一句都很刺耳 来来来 耐心一点 听听法律辅助基金会的 周翰卫律师 举实际的例子 和大家来做分析 周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天下真的 没有不适的父母吗 是啊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 主持人有讲 百善孝为先 我们常常说 人生最大的遗憾 有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 这个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子女养父母 如果没有办法 抚养自己的父母 父母在子女 有能力的时候 已经不在了 这是一种痛 这在对中国人来讲 是一种痛 而且是很深沉的痛 子女应该要养父母 是大家固有的价值 刚刚主持人有说 五轮嘛 君臣嘛 第二个就是父子 所以父就必须要 只要子女的时候 就要用仁慈去教他 子女孝敬父母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带父母就要孝心 成婚定醒 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危 这个父母在 不远游 这都是我们 这个中国文化 基本教材告诉我们 是的 其实我们的民法 对于孝顺这件事情 也规定的非常清楚 他说 在114条里面 就有规定 左列的亲属 付抚养义务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直系血清间 就要互相付 抚养的义务 这样讲 爸爸要养儿子 儿子如果有能力的话 也要养爸爸 那在115条的地方 他就有规定 如果要养你的人 有很多人的话 那谁要先负责养你呢 就是你的直系血清 非金属 这样讲 一个人他爸爸还在 小朋友已经成年了 那谁要付你的 抚养义务呢 就是先找你的 成年的小朋友 来帮你付抚养义务 那如果说 一个人他要养很多人 比方说 这个我上面有叔叔伯伯 我又有兄弟姐妹 我有父亲 那只有我一个人在赚钱 那116条就有规定 我要养很多人 那我没有能力的时候 那我要先养谁呢 那我要先养我的父母 这叫长辈优先 直系血清的长辈优先 就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 你也不能弃你父母一不顾 你也必须要养他们 再怎么样 富不富 都不可以止不止 对没错 那117条更规定 他说 富抚养权利者 以不能维持生活 而无谋生能力为限 简单来讲 什么人要抚养呢 就是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没有谋生能力的人 你才要抚养他 简单来讲 我的兄弟 他虽然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了 但是他才三十几岁 他还有谋生能力 我要不要养他 不用哦 这个规定在117条第二项 非常有趣 前项无谋生能力之限制 于直系血清 尊亲属不适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爸爸还有谋生能力 可是他要求我养他 他只要不能维持生活了 说儿啊 爸爸累了 爸爸不能维持生活了 我最近经济有点困顿 就是爸爸 你现在才50岁 老公要55岁才能退休 最近说要65岁才能退休 你这样不行 你还要谋生能力 你可以这样跟他讲吗 不行哦 法律规定 无谋生能力这件事情 对你的父亲不适用 他只要不能维持生活 他就来跟你邀钱了 是 法律规定的很清楚 如果你的状况更糟糕 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话 真的你连自己生活都不能维持了 对于前面的这些抚养义务人 你可以免除抚养义务 但是哦 法律又有弹数的规定在118条 它规定的非常清楚 如果抚养权利人 是你的直系写亲 尊亲属或是配偶的时候 你只能减轻 你不能免除 简单来讲 你可以少富一点 可是不能不富 你身上穷到100 剩100块 你要给他50 对的 你要给他50 你不能不富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民法规定 非常的清楚 子女就应该要孝敬父母 而且他是 孝养父母 而且他是你第一顺位要富的抚养人 你的经济状况再不好 你也要养他 他只要不能维持生活 你就要负担他的抚养义务 这是法律架构一个原则 听起来其实是还蛮合理的 因为以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百善孝为先 传统的将近三四千年的传统伦理来说 儒家精神来说 这是维系我们这个文化 很重要的一个主轴 理想是理想 伦理是一种理想 当然如果能够 这个父父子子 或者是母母子子 父母亲都善尽父母亲的义务 那么子女当然也要善尽子女的义务 但是如果有一方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好 接下来就要请律师来举一些 我们听了会摇头的案例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会有这一集放弹的主要原因 对不对 是 其实我们刚刚讲 一般的家庭 我们在一般家庭成长 受到照养的小孩 他养自己的父母当然是应该的 可是我们这样讲 这个社会变迁的很快 生活越来越困难 我们常常看到 新闻上有很多的所谓的高风险家庭 就有很多奇怪的父亲出现 比如说狼父 狠父 家暴父 这个新闻都是放在头条 狠父有可能是怎样 他今天对小朋友不好 他虐待小朋友 殴打小朋友 是小朋友死 甚至伤 他被妈妈带走 甚至家暴自己的母亲 对这样一个狠心的父母 也许是母亲 也许是父亲 如果你今天受到 曾经受到你父亲 这样的一个凝虐 你在成年之后 你甚至有一段时间 都没跟你父亲来往 可有一天 你收到法院的通知 要你付抚养义务 亲和以看 亲和以看 我们这边有一个当事人 来申请的时候是 泪就直接下来了 泪就直接掉下来 大部分人想到父亲是慈爱 是父亲温暖的手 他说他想到的就是父亲 殴打他的那张手 他想到的父亲 他的身上就会隐隐作痛 他是一个被家暴的一个当事人 他收到他的父亲的 相关的这个法院文件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 他就受不了 那后来经最终就 就做了自残跟亲生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们不在那个当事人的身上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他所受的苦 受的痛 但是他的创伤 因为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民法1118条 子一就做了一个修正 我们刚刚讲 1118条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你的抚养义务可以被免除 可是对于你的直气血清 尊亲署就是你的父母 是不适用的 但是立法者觉得不对 好像怪怪的 如果对了一些 我们社会都没有办法认同的 狼父 狠父 家暴父 甚至是抛弃子女 抛弃家庭的父亲 抛弃弃弃子的父亲 当然也有可能是母亲 我们一直针对父亲 针对父亲不公平 对于这样的一个父母 我们要怎么样去 要求他们的小朋友 子女在成年 当剩下一百块的时候 还要拿五十块 给这样的一个父亲 社会的价值就陷入一个冲突 所以立法者 这时候在1118条 它就是针定 第一的规定 简单来讲 说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是可以要求你的子女做抚养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有对你的子女做这样的行为 法律 法院 就可以减轻或是免出 子女对你的抚养义务 在第一款的规定是说 对于抚养义务者 对配偶或直系血亲 故意为虐待重大侮辱 或身体精神上知 不法侵害者 简单来讲 今天一个父亲常常殴打自己的太太 那小朋友看到了害怕 这时候就会构成这样的事 为什么 因为你对他的直系血亲 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 所以法律规定是 我如果 因为你伤害我身边周遭亲近的人 或是我 这个情节重大的话 那我就可以免除 像法院主张 要免除抚养义务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规定说 如果今天这个抚养权利人 他对于这个子女 没有付抚养义务的话 简单讲 自幼离家 抛妻寄子 外面有小三 就跟小三在一起 这个弃圆配于不顾 那60岁了才能老浪子回头 对对对 浪子回头 金不换 但是法律要不要子女养他 这时候法律就规定是怎样呢 他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减轻抚养义务 如果他的情节重大 他的情节重大就像 自幼一滴米一滴饭 我有一个当事人 他的父亲 来找妈妈 就是打妈妈 拿钱 拿钱 所以他们从小到大 就要一直躲 躲在各个亲戚家 但是亲戚家 他不能住很久 会被爸爸找到 会被爸爸找到 第一个会被爸爸找到 第二个是 就算是亲戚 一个女生带着两个小孩 住久了 其实亲戚也会说话 所以他有说 他那时候状况有多惨 他在中南部 就一直在各个亲戚家流走 对他来讲 小时候根本没有家 他还记得说 有一次被亲戚赶出来 下一个亲戚也暂时 没有办法 家里面没有跟他勾 他没有办法过去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 他就记得那个雨一直滴下来 那他跟妈妈很冷 然后三个人 靠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很不幸的是 他妈妈在前几年往生了 他的父亲又因为 已经没有办法治理生活 社会局就要求他们 这两个小朋友要付抚养费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现在真的没有能力 我早上要送牛奶 我晚上还要去夜市打工 我一天工作接近15个小时 15个小时 可是我只能赚3万块 我赚3万块已经很辛苦 我要付我的房租 在台北市3万块 其实没有什么剩余 当我想到我剩下这些钱 我要养我 抚养到大的母亲 已经不可能 可是我还要拿去给 这样对我们的父亲 但你很难想象一个 身高大概180公分的一个大男生 在你面前哭着 跟一个泪人儿一样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他身体的那个痛 所以在1118条字一里面 他就有讲出 为什么子女不用抚养父母的理由 我们大家讲 从己身所出 你的灵 你的肉 是你的父母赋予你的 你的父母养育你 你当然要有 抚养他们的一个义务跟责任 不过民法的义务 的确当然是基于血清这种关系 简单讲 是因为血 所以我就要负担 互相的抚养义务 还是因为情感呢 因为你曾养育我 你曾经是拍着我的背 抱着我的那双手 或者是因为传统的伦理观念 对 所以其实在立法理由里面 讲的就非常清楚 他说父母请求子女抚养 非以臣抚养子女为前提 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概念 但是在个人主义 自己责任的静待民法中 社会实力里面 如果今天一个父母 付不付了 他对于这个子女 曾经有故意虐待 或是对于配偶 或是他其他直系血清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对于他的侵害 或是甚至恶意不能抚养 加助于痛苦 于这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这个部分 要求这样的一个子女 去负担一个抚养义务 真的是情和意看 有点太超过了 所以他这个立法者就讲 这时候如果让这些人 付完全的抚养义务 其实我们在伦理 道德感情上 是不符合我们的感觉的 是不符合势理治平的 所以他就针定第一项 如果今天这个父母 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一个状况 不养 无正当理由不抚养 或是虐待 对你的父母 对你的配偶 或是对你自己 有这样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可以减轻 那如果情节重大的话 比方说 他曾经让你致死重伤 强制性效 猥亵 或是已经对你的发育 造成伤害的时候 法律如果让你这样的人 付抚养义务 真的是强人所难 是 这是立法者的用语 所以他就针定第二条 就是说 如果情节已经真的很严重 真的都没有抚养 或是说这个部分 已经对于子女的健康 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边不见得是子女 我们看到很多家暴的案例 父亲殴打母亲 子女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是对他的直系写亲 主张 主张 对 所以这就是整个法律的规定 那其实这个部分 也是参考德国的立法律 在世界各国 台湾并不是单独有这样的规定 其实德国的立法律 也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就明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让子女可以不用抚养父母 当然在整个社会制度上面 这个部分又有更深层的一些个案 可以跟大家做讨论 好 从己身所出的血肉 你真的可以用血来无尽勒索你的孩子吗 法律辅助来帮忙 弱势族群没烦呢 说到弱势族群 其实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才跟周律师聊天 台湾的那个低收入户 好像全世界最低耶 我们这样富有 是啊 我们只有1.3的低收入户 我们这是生活水平 这个国富名强 好啦 这个其实牵涉到我们待会儿要讲的案例 是这样的案例 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 这个老父老母 或者是老人家 其实呢 人生荒唐过 那那段荒唐的岁月 其实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一定要在法庭上面 重新去撕扯那个 亲情的重创伤疤 一定要把已经愈合的伤口 再把它切开来 检视过去的这个浓疮 这样子也比较好嘛 实物上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那个狼妇狠妇 家暴父或家暴母 其实你对于小朋友 一定心里面是产生有一种亏欠的 是的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真的 透过法律的程序 想要去主张 他们对你的抚养权 可是实物上 我们却接到很多这样的案例 是为什么呢 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才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老人家 因为他曾经少年的时候荒唐过 他到了老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自理生活 他唯一的生活经济收入 就是所谓的政府补助 或津贴 他就是符合社会救助法的 低收入户 但是在申请低收入户的时候 他会去严格审查 你今天有没有抚养义务人 如果你今天有抚养义务人 抚养义务人已经成年了 你就必须透过法律的方式 先主张你的抚养权利 等你没有办法主张的时候呢 国家才会依据这样的状况 具体认定 你是否符合低收入户 给你低收入户津贴 所以很多老人家 也许一刚开始有低收入户津贴 后来社会局查出 你有一个成年的儿子 还活着 还活着 那他就会取消 他会把这个成年人 子女的收入所得财产 算到这个老人家身上 那这个老人家呢 就没有办法取得低收入户资格了 这时候他就要做一件事情 他说 我要对他主张这个抚养义务 那法院判决败诉以后 他才能说 我跟我的儿子没有关系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个案 其实真的是 我在这个法服见到几个 觉得很荒谬的个案 我这边有一个当事人90岁 那我刚刚有跟主持人讲 人生七十古来兮 90岁 两只脚都已经踏进去 只差没有躺下来了 对 但是他还是耳冲目鸣 所以我对于这个老伯伯的健康 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荒唐 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 所以在第一阶段 他已经跟他的儿子打过关事 法院也认定说 因为你从小就没有养你的儿子 所以儿子不用负担你的抚养义务 可是90岁的老伯伯生活 已经真的蛮困难 虽然还耳冲目鸣 还能行走 但是他住在的这个平宅 是比较高的四楼的公寓楼梯 你想想看 现在年轻人爬公寓四楼 就喘得要死了 叫一个90岁的老伯伯 拄着拐杖爬公寓四楼 那是多难堪的事情 所以他就去申请政府的养护院 不过政府的养护院要孤苦无一 那去申请的时候被查出来说 对啊 你的儿女不用抚养你了 但是伯伯不好意思 你有一个孙子20岁刚成年 你一定要取得跟他断绝关系 或者是他不肯抚养你 或者是他不用抚养你的法律证明 主持人内行 所以这个老伯伯就被迫 来我们基金会申请 需要告这个20岁的孙子 请你抚养 这个旅行抚养义务 那法院认定这个子女不用付他 这个孙子不用付他 服养医务的时候 他才能取得这个安养的权利 所以他其实诉讼只是一个途径而已 他要的是那只判决 对那只判决 这边就要讲是说 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种柔性的方式 处理这种事情 其实社会局在社会救助法第五条 第三项第九款 五三九条款 他可以直接就认定了 但是往往公务员陷入一种困难 就是我要认定 我不要认定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主张 不过我们刚刚讲 在这种伦理价值冲突的状况之下 这些狼妇狠妇 夹暴妇 或是这些骂骂们 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们都是荒唐 对另外一招的子女来讲 更是痛苦的 更是痛苦 但是我们却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诉讼手段 让这两招重新在法院上见面 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 讨论的问题是他过去的种种不是 让这一个曾经做家暴的人 重新必须要向法院说明说 我当初是怎样不是的情形 让这个小朋友去听到 去感受 去回忆 去温习他当初的伤口 对 所以其实那个法院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撕裂的 非常非常残酷的 非常非常残酷 所以其实这边也要说明 这就是整个价值伦理冲突的一个问题 我们民法118条之一 虽然这样规定了 但是我们在社会救助法 老人福利法 圣经障碍权益保障法里面 其实有相关抚养的规定 并没有做一并的检讨 所以在实务上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解说 能够让大家了解 虽然百善效为先 但是法律规定不尽然是这样 不过法律虽然规定了 改变了一部分 可能有其他的部分 是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来研究的 是 那当然也有像刚刚周律师提的 其实很多案例是 政府逼迫你去进行诉讼 那进行诉讼其实只是 为了要规避某些社会福利的 这个补助 当然我们听到这里 也会觉得政府好黑啊 不会不会不会 我们是大有为的政府 是 好了我们是那个 低收入户全世界最低的 所以呢 这个都是我们 这个聪明的公务人员们想出来的 那你去打官司 然后我就追追追 刚好打完官司 你曾孙也成年了 那我们现在很害怕 因为这个伯伯告一个孙子 成功了嘛 对不对 那听说他在安养院的 这个部分也获得了许可 不过安养院有告诉他说 你现在是第一个孙子成年 然后你后面还有三四个 那你可能之后还要诉讼 我听到我的眼睛都黑掉了 这样 其实老人家很想说 拜托你们不要告了 我真的过去犯下的错误 我也知道我很荒唐 人生为什么要不断不断的 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我悔悟一次应该已经够了吧 是啊 他已经得到他的教训了 就是他必须在安养院里面 孤老一生 孤老他的晚年 那为什么还要面对 还要让老人家 跟他的儿孙 一起在法庭上对峙 重新一起残酷的 去温习过去的创伤 其实这个部分 就是要重新检讨 国家在对于这些 孤苦无疑的人 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们是要把家亲情 放在国家的前面 让他变成低顺位的照顾人 还是国家遇到这种情形 的时候他就要站出来 当作低顺位的照顾人 简单来讲 台湾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各个法律里面 还是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就是伦理上的亲属 是第一个顺位要负担责任的人 还是国家是要负担责任的人 那如果说国家是第二顺位的话 那他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好的机制 不要让前面变成真的是伦理大悲剧 然后等到无法收拾 甚至要用诉讼的方式来做确认以后 他才要负他的责任 而且是大悲剧的连续剧 是大悲剧的连续剧 大悲的连续剧 演都演不完 演都演不完 老辈辈如果活到一百岁 他打十年怪死 对对对 说不定真孙都出来了 是啊 好我们其实谈到这里 不管透过节目前半段 告诉你这个民法的相关规定 那后来的修正 以及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子女是可以有正当理由 不用奉养父母的 那当然我们都不希望遇到这样的父母 天下的父母请珍惜你的亲职权利 那当然我们普天下的子女 应该要效养的义务 如果你真的要去 这个拿着鸡毛当令箭 去挑你爸爸骂 我爸爸昨天晚上伤我一巴掌 所以我以后不用养他 好告诉你 这其实行不通的 对不对 这行不通的 这个部分一定要有虐待 或是重大侮辱 或身体上不法的侵害 法院会看你的父亲 对你的供养的状况来做决定 所以大家也不要拿一些 细毛算笔的事 就是我要免除对我父母的抚养义务 这其实是扩大了 或是扭曲了法律对这条的解释 我必须要讲 明明法的规定 114条到118条 它是原则 只要养子女还是应该养父母 只有在118条之一这种状况 法院才可以减轻 或是免除你的抚养义务 是 像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爸爸订错餐 结果那个孩子打电话去113 家宝 以后会不会 他长大以后就说 曾经爸爸有对我家暴过 所以我可以不用抚养他 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 不过这就变成说 我们的责任到底是 就像我刚刚讲 是国家责任还是怎样 到底这个 造养的责任是应该落在谁的身上 或是说 父母养子女的责任 对一些高风险的家庭 难道这时候还要让父母 当第一顺位的抚养人吗 这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讨论 去研究的 是 最后有没有什么 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万一要 根据这个民法 118条的这个特别规定 来主张权利的话 要怎么主张呢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实务上还是有几种见解 不过原则上 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我的建议是 如果父母来做 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 子女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也可以来找 法律辅助基金会 只要符合我们的资格 我们都可以做提供协助 那第二个部分是 那您如果觉得说 这个部分将来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 危险的话 现在法律也不排除 你可以事先 就对自己的父母提起诉讼 要求要免除抚养义务 不过我们在做这个案子 最大的麻烦是 要举证 要举证 那举证就遇到一个问题 要怎么举证 不外乎就是找自己的亲戚朋友 自己的父母的另外一方 出来做举证 基于中国人的人情 这样的举证 在事实上来讲 实务上是很困难的 那个困难也许不是 法律上的困难 而是怎么样说服 这一个人愿意 把这些事情 在法院上再做一个陈述 这个部分在 这个整个情感上 跟一个价值判断上 是会比较困难的 是 说不定亲戚朋友 先把你狗血淋头骂一顿 这是有可能 或是说他们不愿意 去作证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中国人传统上 你要去作证 别人付不付 即使那个人 真的不是一个 好父亲 他们也会在伦理价值上 有一点刺疑 那这个部分也是 做这种诉讼里面 最痛苦 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部分 好 可是子女其实 在不得已的时候 是真的可以 跳出来主张的 是 那举证有什么技巧 举证有什么技巧 当然第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是说 他这个部分 他的父亲的一个状况 能够有留下一个相关的记录跟证明 比方说现在 90年代以后 这个113家暴专线保护令 或是父亲的一些相关的记录 这个银行欠款的记录 或是甚至一些刑事案件的记录 那第二个部分 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状况 比如说是由谁负担经济 跟照样的责任 那这时候就是由亲戚 跟这个朋友来做一个证明 那更主要的就是接近的人 这个部分愿意出来 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说服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阿公阿嬷 或是这个父母 能够出来去做说明 那原则上 这个部分如果说有证人 那也有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试证 比方说家暴令 保护令 报案记录 那这个部分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 爸爸打你一巴掌 都用笔记本记下来 没有啦 不要拿金毛当令件 我们讲说 这是一种例外 而且我们刚刚讲 法律这样的规定 是因为情节已经重大到 我们认为 这样受伤害的小朋友 叫他负担 自己父母的抚养义务 情何以堪 我们才认为他 难合这个势理之品 就是不符合我们的法感情 我们才做这样的一个例外 是 不符合法律里面的感性成本 对对对 不符合法感情 好 最后这句结论呢 真的 就是这么多级法律 你和我以来第一次听到 原来法律里面 其实还有感性的 其实我们在 这个条文的 刚刚说明的内容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民法的规定 跟原则跟例外 那立法者 在这个价值判断上 他其实有一个感性的诉求 有一个感性的诉求 所以法并不一定是硬邦邦 对吧 不一定是硬邦邦的 富不富 真的可以子不子 对 真的可以子不子 今天非常谢谢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 周汉威 周律师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本节目是由 国立空中大学 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 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 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 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 法服会全国法律 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服会来帮助您